这就是我们这个范例 范例资料还不少 从20 应该有 4年的资料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 拿这个商业型 这个超级市场它的一个销售 的资料 然后我们来去做一个资料的 分析 然后来让各位学会 大数据分析 的一些技术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 资料内容 这就是我们的资料内容 如果我们想要去看 那个数据 数据原本的样貌 好 其实我们可以点这个data source 那这些这个sheet of wine 然后我还可以去增加 工作表增加仪表板 增加故事 好 有不同的一个功能 让我们可以去增加 这些都叫报告 增加报告 好 也就是视觉化报告 然后我们点回去这个数据源 点回去这个数据源 所以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长得很像我们的ecell 这是这应该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画面 第二个画面 不是棋子画面 是实际我们的工作的画面 第一个画面讲的是data source 第二个画面 是就是说在第二个这个画面里面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区分有data source 可以去看数据的原貌 也可以去看到另外一种形式的画面 就是画视觉化报表的画面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这个原始的数据 原始的数据 因为我们这个资料可能是来自于ecell的形式 那这里面ecell不难想象 它有三张资料表 第一张是older 第二张是people 第三张是return return应该是退货 还有订单资料 然后它可能会有people资料 它可能会有退货的资料 那我们在这个订单资料里面 它大概就长内容是这样 这样子 有订单的编号 订单的日期 这些栏位 通常我们会怎么看资料呢 这样子来去看资料 因为这就是资料的一码步 一码步 当然不太像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像什么 例如说它有资料的类型 但是却没有资料的 那个例如说长度的限制 好 例如说通常我会比较喜欢看 这样子的资料 也就是说我先知道 我有多少个栏位 举例来说 我这里的栏位 请注意一下 我们大概把这些栏位 它的结构跟各位分享 这样我们就会做分析了 怎么说呢 因为这边可以看到 订单这张资料表 它的一个栏位 它有像例如说 older ID 它是属于文字形式的栏位 older date 这是一个日期 它是属于日期形式 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文字 然后有should date should mode 还有customer name 就是客户的名字 这都是文字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边有一个井字号 井字号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数值资料 举例来说 这个资料 它是不是有所谓的一个数值 像例如说 当我们在分析资料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这样子 取一个文字栏位 然后一个数字栏位 像我们这边 如果说按照刚刚这种取法的话 我们有12345 有这五个 有这五个 数值栏位 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从文字 例如说 我去计算 这个国家 它的一个销售 一个国家是文字栏位 一个数字栏位 那这样子的取法 你知道大数据分析 我可以分析这么多的项目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有15个文字栏位 然后5个数字栏位 那C15取1 乘语C5取1 天哪 这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15乘5就是75 好 75张报表 所以请稍微知道一件事 这还不能够代表 所有我们可分析的项目 我们还可以分析多少呢 举例来说 可不可以分析一个程式 然后一个文字栏位 搭配两个数值栏位 去画出散布图 然后求关系 可以啊 所以这个程式的销售以及利润 好 所以如果说我们就是C15取1 然后再加乘语C5取2 哇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这是国中的时候 我们叫做组合 那这样子把它全部都算出来 可能有是C2取1 C15取2 乘语C5取1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所以相对的 这些全部都把它算出来 我们可以知道 大数据分析遇到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可以分析非常非常多东西 甚至 甚至哦 我们有可能会把那个销售 算出来那个销售率啊 销售成长率啊 累积销售啊 累积销售率 或者是结算到今年为止的销售额是多少 还有总共全部全部再来去搭配说 每一个产品 它的一个累积销售是怎么样 好 所以相对的这边衍生出来太多太多 各式各样的一个结果的呈现 所以大数据分析哦 它最遇到的第一个很大问题就是 它可以算好多东西 那你是不是全部把这两三百 甚至一千个的计算内容全部都视觉化 然后化好算给老板看呢 不是 你一定要先知道就是说 我今天我拿到资料去看到一马步 我应该要分析什么内容 是老板想看的 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分析 想好那个策略 我觉得才是比较重点 比较重要的事情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个分析 就做老板最关心的事 这个时候呢 你觉得老板他会关心哪些事 是各业务人员的表现 各客户的业绩 还是老板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我觉得应该是他最关心的应该是 他想要知道说 这个年销售是多少 然后各年的利润是多少 他想要分析这些 他想要知道这些事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给老板看 是看这些资料内容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去观看一下 那怎么去做老板最想要看的视觉化爆表 好